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才七点一刻呀 往上这个时间 你应该在新闻连播上 来 先生 您现在需要点酒吗 我麻烦你把乔飞叫来一下 好的 乔飞谁啊 你妹妹啊 就是你一直想见的那个妹妹 我已经把她的资料 发到你们公司在网上 公布的招聘信息里 不藏着掖着 舍得引荐给我 她就是我的实习生 哎 今天可千万别拿我开茶 我心情不好陪我喝酒 又怎么了 失恋了 正常啊 哥你那是正常 反正你的青春技是从小华那 失恋开始的 进来 您好 您找我 赶紧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叙日东升集团副总 叫我徐东旭请 这个呢 是我名片 本公司呢 主要负责 住宅开发饮食文化 酒店餐饮 物流运输 服装配饰 还有网络高科技 请多观察 旭日集团 还跟很多法国设计公司 也有合作 所以两位今天 是要点法国酒 你的什么待遇 什么什么待遇 你不要找法语翻译吗 说说你的待遇 小飞 他这儿 可比博东瓦那儿靠谱多了 你说这个呀 那我明天让那个人叔 把他资料调出来 反正别的公司有的 我们公司至高不低 行了 问题解决了 赶紧去找王总报道 报 报道 不 什么解决 什么叫报道呀 你这托给他接着工作呢 那我高低得行使一下副总的权力吧 搞个面试什么的 面什么试啊 面试你也听不懂 我都替你面过了 裴俊我都替你做完了 白剑的翻译赶紧签了 谢谢程叔 谢谢程先生的介绍 我今天还是先帮两位点酒吧 他到底做什么的 负荷性能采 懂得翻译 说吧 我看两位今天吃的是中餐 点了比较多的鱼 所以喝雷斯令怎么样 陈年的雷斯令口感比较丰富 有奶香味 是您上次留下来 准备搭配牛排使用的 我看今天两位点了两盘花生米 不如来点冰的新鲜飞卤雪莉酒 可以开胃哦 行 就按你说得上吧 我很饿 麻烦你快一点 好 都十一点了 怎么还在这儿 等你啊 第一批淘汰名单公布 白纸黑字有我的名字 我才能心甘情甘地走 就好 我是在帮你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那这么说我想体面地 把你送走还做错了 我为了高帆院的体面不体面 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你凭什么觉得你体面地送我走 我会高兴啊 你这个是测试吗 就是我说我同意要走 然后你就会立刻板着脸告诉我说 任务还没结束 但是我主动放弃了的这种测试 我从来不拿这种事测试给你 从我进高翻院那天起你就告诉我 一旦任务开始了 在正式结束之前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还有阻碍 自己都不能主动放弃 我再跟你说一次 这不是测试 但这对于我来说是测试 从我想考高翻院那天起 就开始的测试 在任务正式结束之前 我是不会主动停止的 看来你不止学了我教你 还偷试了不少 我还学会了口是心非呢 其实你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我就是想告诉你 就算最后我走了 也要跟你说谢谢你 黄总 我不能去您那儿工作了 你抱歉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介绍师弟师妹给您 怎么 像我公司公司不够报啊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以后再商量 你先去试试 陈主任您就别为难我 咱能不能不说这个今天 我就是想心无旁骛地买一个罪 你也别一杯一杯装上了就上了 妹妹听我的 你就挑两瓶酒瓶含量最高的 直接来 今天不适合玩狗呀 我很多提议都被我爸给否了 知道摇满里的乔普斯 是怎么被扩杀了的吧 知道将来的金融大鳄 是怎么被掐死的吧 我 陈旭东 满肚子的商业企划 满肚子的金融企划 全部被我爸给缝了 真是怀才不遇啊 这寄生鱼和生亮 寄生老王又和生小王 当然了 被我爸也没有什么事 对吧 续东 续东上什么时候都生了 也许他生就不 这么会糟糕东西 哪有什么东西 行 我也想去那个 撸串喝扎啤 在苍蝇店里不去 默默糟糟糟的在那儿 特别我告诉你 我哥们第一次求我办事 我这是我一女爸 走走走回去 喝醉了 那个改天啊 我带你去我们家 够够够够的那儿 八十多年那个茅台 还有个酱子样 可香了是吧 好 学师又联了 这是承先生藏酒里的贵妇甜酒 我挑了一瓶铲 产自索泰尔纳的特级一等 附赠的是贵妇葡萄 这一个 一个品种啊 贵妇那是吃英语的 中文怎么说的 中文叫烂菇 关于贵妇甜酒 有人说她产自德国 有人说她产自法国 但其实就是不舍本的葡萄酒庄园 错过了采摘季节 又不舍得扔掉烂在树上的葡萄 所以就把这些葡萄酿成了酒 但是意外地发现 这些葡萄 因为失去了大量的水分 糖分细出 所以酿出的酒意外甜美 我说得对吗 程先生 贵妇葡萄是贵妇菌感染葡萄后的痛 称呼 谢谢您的组织 挺好 喝不着急了 还有下摆了 有些事情谁说得清楚呢 如果当年他们把这些葡萄 就这样销毁了 可能我们也喝不到 这么好喝的酒 谁又知道酿出来的是好酒还是醋呢 何况你这盘葡萄 不是什么贵妇葡萄 就是醇放烂了 贵妇葡萄在成为贵妇葡萄之前 人们也以为它是烂了 我上搜索 赶紧扶你们老板出去 我去的 就算是客人你也该扶我 你先上搜索 前面到了 前面到了 到了 我们也不能再 我们也不能再 呢 今天帮我说服成主人 我真的不想离开高翻月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给你 给我进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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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怎么样啊 我帮您倒杯热水了 王总 王总 您怎么样啊 我进来了啊 王总 我进来了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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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郑 你帮我去卫生间看一眼 刚才我送进去一个 穿白色衣服的先生 他怎么样啊 那位先生让我把他送到门口 给他打了个车 走了 王总 你帮我拿一下 陈主任 王总 我 我就知道 你 睡着了 你就这么睡了 你给我点时间做心理准备啊 你装了吧 陈主任 对 对 陈主 就是 就是常用 就那个舅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 您车开着就来 在门口等我一下 我这车就过来了 你看那儿子 看那儿子 你看那儿子 妈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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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姑娘 不容易啊 偶像剧里 都是男主角被女主角 对 我就是贴身配角的命 我最后再问一次 你去哪儿 她都醉成这样了 能出生就怪了 要不是看你一个姑娘家 挺不容易的 我都不爱拉这样的 你再给我偷一车 哎 这样吧 您帮我找一个 最近最便宜的酒店吧 好嘞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去 曹家渡司机晕夜城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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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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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怎么那么快没回来啊 我还准备睡了 我木齐早就睡觉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拍戏啊 别提了 我就是在片场吧 等了八个小时就拍了三分钟的戏 老娘可是早五点就开始起床化妆了 这么辛苦那也赶紧回去睡啊 不不不 嘉明约我在外滩看星星 我怎么觉得你就是怪怪的呀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一定是觉得嘉明约我 你心里不好受吧 这是作为这个闺蜜的常见心理 我懂的 你有病 药不能停 快去 喂喂 我快警告你啊 嘉明是我的人 不送我钱 祝你幸福 妈こんにちは 我知道了 爸爸 你非有个人 啊 Protocol